扬州老字号野春茶社是当前岛内唯一一家纯路字餐饮企业 两个多月前台疫情形势趋缓 餐厅重新开业 近日首度在台推出扬州菜精品代表 红楼宴和三头宴 让民众从中品味中华文化的韵味 取材《红楼梦》中刘姥姥近大官员的姥姥鸽蛋 借鉴曹雪芹传记文章中提到的老棒怀猪 集合鱼头猪头和狮子头的三头宴 美食与文化相融合 为台湾民众带来别样的就餐体验 我们在现场也讲解一些扬州菜的历史跟典故 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都喜欢到这边来 也对我们的这个餐饮的这种文化 历史文化就感兴趣 从食材选择到刀工烹饪 力求延续怀扬传统特色 餐厅的厨师团队主力也都是扬州的原班人马 但依照台湾当局防疫规定 大陆厨师暂时无法赴台 岛内不少大陆餐厅纷纷关店撤出 还在经营的纯路资餐饮企业 如今只剩下这一家 目前大陆过来 是我在这边做管理 同时也兼目前兼厨房 因为我们现在的厨房几乎就是用的台湾厨师 所以说也是在慢慢叫 但是大批量的一些操作 就是一些菜品的推荐 我们还是没有懂 还是要等疫情稳定 大陆师傅能过来四五个人 带着台湾的书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团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